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看世界 那么今天呢 我跟大家报道一下 涉及旅美华人的两则新闻 那么我的这个节目的标题呢 今天呢 是叫做脚踏两只船 还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给这个标题呢 主要是给今天大家聊一聊 我们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大学教授 是我们南伊利诺伊大学 卡文德尔分校的一个数学教授 他最近今天了 应该是今天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 这个起诉了三项罪名 这个教授呢 他是负责 他在2000年来 一直开始在南伊大卡文德尔分校 担任数学教授和研究员 主要从事这个 偏微分方程控制理论 优化理论 动力学系统和计算 计算科学的研究 应该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教授 他59岁 根据他的这个拼音的这个拼法 姓名拼的拼法 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叫肖明清 肖教授 59岁 应该是在南伊大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 那么他被起诉了 被起诉的是什么罪名呢 就是因为啊 他本人在申请由美国政府的研究基金的时候 隐瞒了他在中国深圳大学担任职务和从事研究 并在中国申请科研基金的事实 按照这个美国的法律规定啊 像这种大学教授啊 科研人员 他们申请这个美国联邦资助的这些研究基金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披露是否在外国啊 接受其他机构的资助啊 无论是资金啊 还是这个研究经费啊 还是领了外面的薪水啊 等等啊 还是在外面啊 这个这个走穴啊 都必须要披露 而他啊 完全隐瞒了 他在中国深圳大学从事研究和担任教授的这些信息 还有包括申请这个 广东省的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啊 所以呢 啊 俗话说这个是指包不住火 对吧 那么不知道是怎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给查出来了 啊 所以呢 啊 他今天被起诉了啊 而且这个罪行还是挺严重的 啊 因为今天 啊 今天我啊 带我老婆去打疫苗的时候 正好经过这个我们这儿的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办公室办公大楼 那楼非常大啊 非常大 哎 我还说那是联邦调查局 所以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就被我们这个伊利诺伊州的啊 这个联邦调查局啊 调查了啊 那么如果啊 他被定罪的话啊 这就是结果啊 如果被定罪的话 他的每项电汇电汇七大罪啊 可能会面临最高20年的这个呃 刑期监禁啊 那么做出虚假陈述可能面临五年 那么他加起来呢啊 三他是三个指控了 三个指控加起来加起来差不多要45年 当然了 估计不会判那么重啊 但是进监狱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25万美元的罚款 好 那么今天这个新闻被披露出来之后啊 这个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吧 特别是在我们伊利诺伊州啊 因为在伊利诺伊州大家可能也都听说啊 伊利诺伊大学是非常有名的 在那里任职的啊 华裔教授华人教授啊 非常的多包括我的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啊 Springfield分校也有很多啊 而且他们的背景都是过去的这些老留学生啊 啊就是像我这种啊 不过我没他们那么聪明啊去当教授了啊 啊那么这些人呢啊有可能啊有部分的人啊可能非常积极的在呃中国的境内去申请这个教职啊申请研究经费啊啊而在美国呢啊也同时申请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啊如果没有披露的话的确是要犯犯法的啊这个是我们伊利诺伊州的今天的一个呃一个新闻那么还有一个新闻我跟大家也是分享啊这个新闻呢可能是啊这个新闻呢可能是啊这个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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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前两天的啊二十号啊因为今天是二十二号啊都是这一个礼拜的事啊也是美国司法部呢啊宣布俄亥俄州的啊俄亥俄州这个哥伦布市国家儿童医院研究所的一个华人教授啊这个研究员叫周宇啊按照拼音的拼法来讲他肯定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啊 这个呢啊这个呢啊周宇这个研究员呢啊他也是涉及了窃取研究和治疗一系列儿科疾病啊的商业机密啊而被判处了33个月的监禁啊就是要进监狱近33个月他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承认有罪的啊另外呢他的妻子啊他妻子是48岁啊叫陈丽啊 应该也是中国大陆人啊他也是在同一家研究所从事医学研究只不过是不同方面的研究啊他们两个人呢一起窃取了这个研究所的五项商业机密啊这个叫做外密科研究的这方面的机密那么他他的妻子呢是今年2月被判处了30年的监禁啊也等于是30啊说错了啊是30个月 所以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是30个月一个是33个月啊然后服完了以后又可以相聚了啊那么他们呢是在加州被捕的啊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的啊他们俩究竟干了什么呢他们俩一样啊他们的研究这个科目呢也是使用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这个相关的研究经费啊他们 啊利用这种研究经费啊从事研究工作拿到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个人呢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啊用于给自己来谋谋利谋福利 同时呢啊他们还这个隐瞒了啊他们在哎中国申请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会的 研究基金还有这个申请了这个啊应该是中国的外国专家局的这种啊人才计划的啊这些事实他们都没有披露啊当然了他们在中国设立公司啊设立自己的公司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自己谋利啊谋利啊 啊这些到最后呢都被美国啊调查清楚了啊所以呢他们自己也认了罪啊认了罪那么作为定罪的一部分呢这两口子啊放弃了他们啊自己这个医疗公司的股票啊 我估计他们可能在美国也有公司啊145万美元啊同时呢还要支付260万美元的赔偿啊啊所以呢这一个礼拜啊就有这两则新闻涉及到旅美的中国大陆来的啊这个啊这个这个旅美的这个学者啊 其实这些人呢他们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在美国的这个大学里啊应该来说这个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啊那稳稳的这个中产阶级以上啊而且时间很多 当然了因为最近最近这几十几年来特别是最近这十年来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千人计划呀各个什么长江计划呀黄河计划啊这种啊五花八门的吸引人才的啊 这种计划非常的多啊那么的确呢啊各种各样的吸引人才的计划呢是啊有很大的诱惑力的啊特别是在地方的那些比如说像中国南方的那些又是给你房子又是给你上百万的研究经费对吧 你还有什么安家费各种费对吧你工资什么都有的确是很吸引人啊那么这些科研人员呢啊和这种学术人员在美国呢觉得啊光靠这个公司还是不够啊光靠这点工资还是不太够啊还是希望回祖国去开上一番事业啊 当然了啊如果你要是在美国没有领取啊没有申请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个研究经费也倒无所谓了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申请了啊或者使用了美国的联邦研究经费的话 你必须要披露你在海外所担任的职务或者是在海外你所做的一切啊比如说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像我在州政府工作的时候啊从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升职 当升到一定的职务的时候我们都要填一个表啊叫做经济利益冲突表格这个表格就是啊要问你啊你除了在我们政府工作之外 你在外面还有什么经济瓜葛还有什么经济利益都必须要披露如实披露啊因为在这个表格的对下一方啊大家在美国啊如果生活久了的话都知道啊在美国的那些表格上下面啊有一行啊非常小的字 就是说我所陈述的都是事实和真实的啊也就是说我没有撒谎对吧那么当你这个表格上问你在外面有没有经济利益 的时候你说你没有而且你所陈述的是事实那实际上你已经违法了好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啊订阅表书看世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咱们下一次再见 各位 Leo